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他的代理律师邓肯乃文已经向纽约法院发出声明 他拒绝代理郭文贵的案件 您怎么看 因为我们知道郭文贵这样一个人 他这个本性就是喜欢撒谎 他编造了无数的谎言 所以他的律师在美国这样一个讲究法治的国家里面 他的律师一旦发现他造假特别多 而且痕迹特别的明显 那律师自己本人也会感到有风险压力 因为律师是很重的是他的这种名誉 如果一旦造假这些事情被泄露了 那这个律师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他的职业生涯会有很大的影响 再加上郭文贵这个人 有的时候为了摆脱他的麻烦 他可能愿意花很多的钱去寻求帮助 但有的时候 他又不了解这个法律的程序 他会觉得有些钱根本不值得花 所以在经济上呢 我相信他跟律师也不会有那么愉快的相同的意见 所以这个种种原因造成了这个律师的辞职 当然他可以再聘请新的律师 美国有很多的小律师不太出名的 或者希望能够得到很大一笔钱的律师 他总是能找到他需要的律师 但是呢这种律师如果真的没有意识到这种风险 继续跟他合作 也帮助造假来互动法庭的话 那么最终也会遭到这个法律的严惩 我们知道这个他的犯罪事实是相当多的 受到的指控有几十项 光在美国和英国 就会讲西方自由世界发生的这个案例都有好几起 所以说呢我想他这个真正应该就像有些人士所呼吁的 应当向美国政府自首 能够接受美国法律的这个惩罚 然后让他的这种罪孽受到一定的遏制 他这样的人应该是接受一些宗教信仰的这些帮助 他自称是佛教徒 佛教徒真正的佛教徒是不会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因为有轮回报应因果之说 所以呢他连佛教徒都不是 他的东一片一下西片一下 有的时候还穿着阿拉伯的那个服装 所以给人感觉他还相信可兰金啊 或者是相信其他的东西 所以呢他这个人呢就是说边假话边的太多 包括他也不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他自己好像编织他这个谎言 说他多么孝顺的父母 但实际上他这个几十年来给他的家人造成了 无数次的这种慌苦麻烦连带责任 包括他原来八九六四的时候坐牢 他自己自吹那是为这个民运捐献 为了学生们捐献这个摩托车 卖摩托车的钱 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嘛 那么多的当事人都在 判决书都在 他是诈骗罪嘛 他诈骗的对象就是他父亲的朋友 当时是那个说他能搞到石油啊 这些东西 他骗了人家七千多块钱嘛 后来也连带了他的八弟的这个死亡 他又说起来编了那么多的 想跟八九六四能够沾编 所以呢这个人完全不可信 那么我想他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面 利用这样一个自由 去干了一些无耻的勾当 所以我想呢 这个他最终会尝到自由世界的 这种法治的这种严厉的制裁 那么我呢 如果有人想让我跟郭文贵对话 他如果要愿意听我的话 我给他一个忠告 就是说呢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放下屠刀只是一个比拟 并不是说他有屠刀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叫他停止作恶 因为他几十年来作恶 已经做的太多了 我觉得最终无论你是佛教徒 还是基督徒 或者其他信仰这个信徒 哪怕你什么都不信 最终呢 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 还是有正义的 虽然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是不会缺席 法律呢不会虚致的 尤其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法治的国家 所以呢 郭文贵他应该 就是诚心诚意地 向所有他被他伤害过的人 发自内心的忏悔道歉 甚至做出赔偿 希望这些受到过他伤害的人 给予他谅解 如果他要是不这样做的话 等待他的只有灭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